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这次,许凯饰演的韩庭是真正的霸道总裁。不夸张地说,许凯就是现代偶像剧中的理想型男,拥有高颜值和长腿,帅气难挡。 在扫楼的那天,谭松韵终于恢复了长发,她穿着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,虽然简单却不失柔美的气质。 185厘米高的许凯与162厘米的谭松韵站在一起,上演了最可爱的身高差,男帅女亮,视觉效果极为养眼。 两人在现场上演了一场公主抱,许凯直言谭松韵又瘦了,抱起来轻而易举,还能绕着舞台跑动。 许凯的苏感十足,简直展现了满满的男友力。 在看谭松韵,脸上娇羞的表情让人心动。 空气中弥漫着粉红色的浪漫气息,氛围感爆棚。 在直播过程中,许凯和谭松韵同排而坐,二人互动自然大方。 特别是许凯,全程目光紧随谭松韵。 眼神既温柔又绅士,同时又带有霸道总裁的侵略气息,完全将人带入韩平和季星的角色中。 剧中,两人选择旅行结婚。 季星虽然没穿高跟鞋,韩平也没戏领结,但他们在广场上牵手奔跑。 毫无顾忌地享受着自由与浪漫,不在乎他人的目光。 白鸽在空中翱翔,投杀和裙摆随风飘动,韩平的目光满是对季星的深情,完全是一味丁漆狂魔。 这一幕无需背景音乐或旁白,便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的甜蜜与幸福。 两人相依而坐,眼中满是对方的身影。 他们彼此对视时,眼眸中闪烁着光彩。 在这部剧中,徐凯的演技显著提升,他对每一个表情和眼神的把握都非常细腻,充满了真情实感。 尽管谭松韵已经34岁,而徐凯只有28岁,两人相差了6岁,但谭松韵的娃娃脸让人完全看不出他比徐凯年长。 在剧中,他们因志趣相投,互相欣赏,共同进步而坠入爱河。 韩平和季星的情侣感让观众十分上头。 感谢观众十分之一